感谢您收看这节产人快讯再会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获利方程式 在今天加权指数中场以小跌一点 上下盘整只有30点的一个区间 比较沉闷 关于盘式格局的一个脉络 我想大家现阶段比较关心的 很可能是类似像 等一下公布大利光的法说会的结果 到底会是如何 那我们昨天讲到RSV的联扣9D 有没有机会大利光回来了 以及TPK昨天法说会公布说 第二季还有可能在下探10%到15% 那这两档个股 我个人的看法认为说 极短波走势有可能要分到扬镳了 那等一下刘老师会跟大家讲这一块 我们先把大盘给讲完 昨天我们聊到这个盘式格局 在出现了一个地震量能潮向上攻击 这80点的过程里面 即便今天出现了所谓旗流感 台湾第一例的这个消息 由于结构 由于趋势 由于量价 由于主力的企图心 控盘者的企图心都还是在多方的状况 那所以这盘式格局一涨难跌 那果然在今天这个利空消息出来 那刘老师跟他报告说 所有的指标其实都是正向助涨的 那中场就以小跌一点作收 我想今天能够在台积电把盘式格局稳下来 然后升级股有些股票 在这样子的利多消息 理论上面 对升级股是相对比较有利的 出现有一点震荡 反而原来趋势性的主轴 类似像台积电继续走强 这盘式格局很明显 就是非常稳健 一步一驱往上走的多头趋势格局 所以我想关于大盘廖老师 就不打算花太多的时间跟他报告了 我认为今天类似像禽流感的 最后一次洗盘的右空 今天大概就是随时会结束啦 那主攻台积电张董加持概念股就对了 那盘式格局希望大家不要花太多的精神去把 不会影响到大盘后续趋势走势 太狭隘 太狭手 太繁琐的这些利多利空的消息 如果利空消息股票不会涨 如果利空消息股票不会跌 那你干嘛花时间去解这些利多利空消息 把一两个真正关键会引导 引导后续你股价往上走或往下跌 那个消息把他抓出来就好了 不需要看太多电视媒体的一个新闻 否则投资朋友从7710以来到今天为止 投资朋友你一路听着盘式格局 消息面都是全面偏空 到今天为止 投资朋友你是掌握不到这个获利机会 甚至于去打空单的人 到今天为止头皮还在发麻 很担心如果郑所税一有一个风向球的变化 就嘎上去了喔 我认为最重要的一个看盘重点是在这里喔 可是朋友这个是费城半导体喔 除了架破第一指标没有破第一 好导播我们tag一下这一块喔 那我认为你也开始要注意台积电 联发科汉维科倒数基值 这个底型形态一拉上去 就是正式半导体IC设计相关类股吃族群 全面向上走涨 小组生乱向上攻击波会发动这个死克点喔 好那如果费城半导体走的是第一波 第二波第三波第四波 好接下来就一大段的向上第五波喔 它可能是三之三喔 好为什么喔 我们来看一下周线中期乘级 在费城半导体 周KD的波段买讯即将出现的状况之下 好你应该看着费城半导体 这个大W底型高点这颈线大概是在440 低点相底大概是在350点 好投资朋友这90点的相形 倒是理论告诉我们说 如果另外一波周KD黄金交叉 50附近交叉叫做多头波乱起掌嘛 好投资朋友这对称测幅要去攻 我不能告诉你测距好我只是说 这个形态上面有一个最小测量幅度会出现啦 好尤其台积电在接下来5到8个礼拜 周KD连续扣底低值 我认为现阶段你唯一的问题是说 台积电的第二季的业绩会好到破表 超乎市场预期十几个percent 原本市场估大概5% 好那实际上面台积电说它会增加17% 那你要想办法去找台积电上游供应电的股票 这些股票如果带领的费城半导体 有这个20%向上对称的涨幅 好投资朋友中小型台积电联发科 上游供应电的股票会一口气涨5成到1倍 即便你现在进场都要再大涨5成到1倍 好不好 所以操作策略非常简单 为什么大力光到今天 到今天为止交到一个波段转折低 TBK向下破低了 破底了 破了这个大N头 有阻跌段的风险了 为什么 好的知朋友你买股票要去买 好类似像Apple不是告诉你说 第二季还会向它走吗 好这是第二季的位置点 它确定还会交到一个转折低 还会衰退2成 那是不是第二季就见底就转折向上 不知道 会不会再测到第三第四季 新品如果推升不出来 它拉不起来怎么办 如果是这条线怎么办 好你现在去买这些股票等于说 赌第二季 苹果就一定会落底嘛 那你为什么不买台积电相当供应电股票 它一路趋势都已经告诉你 主身段相当走涨了 差别就在于 同志朋友 汉维科今天还交代一个波段转折高 林发科补格量就波段走涨 台积电补格量就要过109.5 再创出一个主身段最高点了 可是大力光破底了 可是TBK破底了 听得懂刘老师的意思吗 所以我想要跟大家报告的是说 投资朋友 那接下来喔 我认为如果这个盘式格局 我们看到费城半导体向上涨升的机会 是这个测距向上推向测幅 那关于市场上面 如果你真的认为这个盘式格局 只有一两百的空间 其实你应该股票卖光耶 要开始打空单耶 我的看法不一样 我认为加权指数接下来要进入主身段 我的问题就是想办法帮你选出 从这个位置买进 还要再大涨五成到一倍的股票 那如果你已经错过类似刘老师所说的 投资朋友 那如果你已经看到台积电 有可能好到破表 我们是由联发科趋势性 从第二季开始发动 所以我预估台积电的营收的法说会 会释出利多消息 果然4月18号公布之后 4月19号台积电跳空涨停板 就是这样 你如果过于偏重任何一根技术面的小黑K 然后就把这盘式格局认为大盘 在4月18号 杀到那个7700 7800那个位置点 就崩盘 还要下跌300点500点 我认为是根本是完完全全 错误严重失误的一个分析 因为你连台湾最重要一档股票台积电 你都不去分析嘛 好可是刘老师从2月就告诉你说台积电 你要看待的是一个波段性向上的一个主身段 如果你看到这样一个走势 投资朋友 你应该能够挑到一档股票 好这档股票叫3006的金豪科 我们今天开盘 一开盘还是进行一个市价加码的一个动作 投资朋友如果联发科在2月开始要放量小联发科 会喷出大涨2倍 到今天为止从25元布局 已经拉开58个percent 6根涨停板波段向上测距的一个价差 到今天为止盘中 这个是益龙店 这是金豪科 还创下一个波段新高 投资朋友 刘老师有没有在 赵云益龙店拉开的 已经涨了40几%的时刻点 我说你错过了 IC设计武将猛将赵云的投资朋友 没关系 我知道 这种未来一路会趋势向上走涨的股票 主持人的股票 这么高 你一定买不下 你不敢重压 没关系 益龙店我们小买就好 我带你买进第二档益龙店 那档股票叫做3006的金豪科 投资朋友今天再创下喷出整个波段新高 好 那金豪科为什么会涨 好 林老师说 原来金豪科公布了几项利多的消息 包含 在这个波段区是一个走势里面 DDR2 记忆体的一个晶片大幅度的缺货 那包含了鸿海也传出说 在512MBDDR2 那工区缺口已经拉高到两三成以上的状况之下 主动以涨价15%到20%跟金豪科做一个追晶片追单的一个动作 好 最近又出现了一则利多的一个消息 好 来 单月份金豪科出货的金额已经来到2亿到3亿元大单 好 那这个是单单一个4加4 4加2 NCP 好 这一个晶片已经获得联发科跟展讯 好 那认证通过 那在4月份集聚出单单单一颗晶片已经来到2亿元3亿元的一个大关 那而且第一季的营收是过去7个季度以来一个波段新高 好 好 而且呢 最重要的是 获得认证的一个状况之下 那 所有大陆2 3线以及白牌供应商 包含联发科都跟金豪科进行一个抢单的动作 好 投资朋友 如果你找到这个毛利率盈利率不断向上走高的一个股票 那价格向上走高的股票 又是刘老师所说的张忠谋董事长加持的概念股 他要不要一口气再喷出六根七根掌停板 来到一个波段新高 好 所以 投资朋友 那 呃 今天有一个机会就是说 老师今天打算公布全新的 好 第二档 好 叫做 赵云第二 好 叫做张飞第二 我希望帮你挑出全新的一档股票 那以公开的方式回馈回想 呃 分享给电视机所有的投资朋友 但是我后来想了一想 那 呃 投资朋友如果我告诉你的股票 他一定是在一个突破 来到一个转折高点 类似当初 金豪科来到二十五二十六号创破段新高 好 易容店已经涨到五十块 五十五块 六十块 六十五块 七十块 一定是这样子的一个股票 就算我今天用公开赠送的方式 我在电视机前面 回馈分享给所有电视机前面的投资朋友 我觉得你也非常可能有大部分的机会 你眼睁睁看着它喷出走涨 你也绝对买不下手 好不好 所以我今天一个节目 也不打算花太多的时间 我只想告诉大家一个消息 董事长为什么当初我们有信心一口气 告诉你说易容店会喷出七根掌停板 你给我三个月 我帮你赚五成 你看的赵云喷出五成了 好 那如果你错过了赵云的 廖老师帮你跳出赵云第二 易容店第二 这张股票叫3006的金豪科 那一路帮你不断的加码 到两三个交易日之前 投资朋友 廖老师不是 地档区买到了 我就不带你去做一个加码的动作 好 这张股票等一下廖老师 秀廖老师的抗讯给你看 即便到上个礼拜五为止 我还跟你预告 你一定要买这个易容店第二 礼拜一就喷出掌停板了 好 所以投资朋友我想 今天这个机会非常重要 如果你认同廖老师的理念 那接下来半导体IC设计 我认为你只要挑选对股票 张忠谋董事长加持的概念股 你选对股票 一口气 其实金豪科大概一个半月 就已经涨五成了 好 那认同廖老师理念的投资朋友 好 接下来的易容店第三 金豪科第二 好 就是刘老师讲的赵云 好 张飞第二 第三档股票 那我会把这个机会分享 30个名额给 新京的会员朋友进行一个 索码的动作 我希望你跟着我们 复制当初易容店 复制当初金豪科 从这个位置点布局 虽然他的位阶稍微是短期的高一点点 好 可是他会是接下来 整整横跨到五月份 整个横跨五月份的这个主轴 好不好 好 我想等一下广告中的时间 麻烦大家多加利用 好不好 至于上半段时间 我们刚跟大家讲到的 大力光TPK怎么样看 第二阶段时间 廖老师会跟大家分享 那我也会把我测标上面 跟大家报告 我为什么讲灰类斩马术 我们有五档IC设计股的五虎将 其中一档股票 我可能 我还是看好他啦 可是他跟翼龙店 有一个相互冲突的动作 接下来这几个将一日 原谅刘老师 我可能要进行一个 小换将的动作 好不好 那关于这个详情 关于这个细节 我所说的 今天即将要跟大家 公开的这档股票 到底是谁呢 两分钟时间 麻烦大家好好掌握 休息两分钟之后 再回来 王子打造贝拉维塔钢石城堡 公爵奉上温水景观泳池 爵士构思六百三十平精品空间 他们只为博国宾一顿的公主一笑 到底谁能得到公主的芳心呢 新一十分钟 工程零付款 自备一百四十八万起 买二至三房 来国宾一顿 当台北市城堡主人 二九三八八五五五八 最结实的股市讯息 最专业的投资分析 最顶尖的股市民师 都在固德投顾新闻网站 及手机APP 关键字搜寻 顾德一投顾 第一手资讯尽在顾德 免费服务热线 零二二五七八三零零零 二五七八三零零零 投资是门专业的事业 也是门良心的事业 顾德投顾 都有期货 股票 双振兆 是您投资获利的最佳伙伴 入会咨询专线 零二二五七八三零零零 二五七八三零零零 最专业的投顾 顾德投顾 用心 用心 还是用心 是顾德投顾 给会员最大的保障 也只有用心 才能为会员创造最大的财富 免费资料索取专线 零二二二五七八三零零零 二五七八三零零零 最用心的投顾 顾德投顾 你有消费的疑难问题 或争议申诉吗 请拨打全国消费者服务专线 一九五零 行政院消费者保护委员会 关心您 爸爸 爸爸 二排气密窗 专业附的是岛块 徐秘性能超越国家标准3.5倍 有了二排气密窗 家就是宁静的停泊港 在家里打鼓也是 百勇 好 回来我们现场 那廖老师跟大家报告到说 关于TPK 关于大力光 今天TPK的一个破底的动作 其实廖老师在上个礼拜五 已经跟你预告 TPK有可能向下的短变盘 那实际上面 同志朋友你可以看到说 我们聊到说法说会 陈宏公布说 还会业绩叫第一季下滑百分之十五到百分之十 还可能在第二季业绩拉不起来 这个过程里面 同志朋友你知道吗 昨天我们其实在第一个时间就已经跟大家报告 关于Apple 先定位为价值投资抢跌升的反弹 它可不可以在第二季落底 还是一个疑虑 有些股票 其实我认为大概六成到七成 苹果股票这一波反弹之后还会再破底 我昨天都已经讲得非常明确了 那今天TPK破底 你难道不能领先市场去规划出来吗 好 早前面有刘老师在上个礼拜的时刻点 我们跟大家报告到说 这是今天的TPK 收盤价已经来到568元了 已经距离这个高档区 刘老师4月11号635要你出清 到今天为止已经差67块钱了 好 那可是4月12号 是不是已经出现五浪加KED高档背离 这是买讯还是卖讯呢 有没有五浪加KED背离 至少杀两根跌停板 那六老师有没有提醒你 卖一趟 高价精英班的核心持股 卖TPK卖大力官 转进汉维科转进联发科 这样来回差三成啊 我们买的股票两根涨停板 请你卖的股票两根跌停板啊 好 那接下来买点在哪里呢 一个N头已经出来了 投资朋友请你465买 请你在4月11号 635全数出金 今天破底了喔 好 最大量人潮指标创新低 你真的要买 TPK你等着刘老师 我说可以反击 我一定会带你买好不好 可是在等待TPK买点 来临之前 投资朋友 我会先帮你把一部分的资金 先去买我所说的 趙云第二 一龙殿第二 好 那张飞第二 这张股票 好 那他的价位在30块钱40块 不会那么像TPK 汉维科 大力光 这么高不可攀喔 好不好 等于这一次也是回归给你 资金比较少的投资朋友 我希望即便你有 只有100万 200万资金 你有信心 听到刘老师指定 我告诉你 你愿意用一个资金 200万 你就集中一档股票操作 你再打电话进来 否则也是浪费刘老师公开 告诉你的这个美意 好不好 好 那这是4月11号的时刻点 有没有请你 卖一趟 好 那十年 四十三分之前 你可以卖在 投资朋友 这位置点都在 635块钱上下 这是 刚刚4月12号 你都还有这个卖价喔 今天多少了 差70块钱喔 那投资朋友 我们请你买进 祖生段的股票 黄中 投资朋友 这个是 4月23号 已经杀到582 好 这个廖师之前上个礼拜 都已经告诉你说 有效破坏了喔 听您说 接下来两三天是关键喔 有可能会有吸浪击杀喔 那 如果你把你的 635块钱出金去买这张股票 这张股票今天在这里啊 这张股票今天已经破底啦 这来回的差异越来越大 好不好 但是这是大力光 好 我认为 已经出现背离的跌生买讯了喔 那 法说会的消息 有机会 刘老师会实际帮大家做一个掌握 那投资朋友 你知道吗 汉维科今天822 大力光今天688 一张差了134块钱 我说的是134 可是 刘老师在跟大家讲 金豪科的同时 同志朋友 我请大家喔 去布局了这张股票 我不是只有今天告诉大家要买喔 3月25号提醒你说 没有关系 你错过益龙店了 我想办法帮你要出益龙店第二 想办法帮你赚五成 没想到一半的时间就帮你达成了 好 这是2月26号请你要买益龙店第二 你可以买在25块钱吧 全新小群联小联发科 好 这是不是在25块钱 好 27号提醒你说益龙店第二 好 你想办法跟着六号师把它掌握起来 这是2月27号 这是3月1号 好 告诉你说这还有26块钱可以买喔 要是说你不买你30块钱绝对手掌停喔 3月1号的时刻点 3月4号的时刻点 3月5号的时刻点 3月25号你还可以买在30块钱以下喔 好 来 30.3掌停板锁了1万张 刘老师说没关系你去锁 因为40块钱 啊 投资朋友今天40块了啦 盘中已经看到了对不对 好 投资朋友刘老师是每天每天跟你讲 想要逐鹿中原 你绝对不能少了五虎猛将 不能没有张飞呢 好 好 那 到3月26号的时间点 刘老师说 欸 绝对不能少了张飞 成为你的五虎猛将 30元 主身段的测距 还远远超乎你的想像喔 好 刘老师说 投资朋友你给刘老师三个月的时间 这张股票我想办法额外再帮你去赚 一个喷猪向上主身段的买性 所以时间非常有限 刘老师今天会这样跟他报告到说 如果你认同刘老师的理念 我要大家相信是说有方法 那一档一档 欸 益龙店资金短波获利亚四五根涨停之后 再去买益龙店第二 投资朋友 又喷出五根涨停板了 实际上面你如果买了25块钱 再涨2% 金豪科 又是六成啦 好 所以 我今天不想跟大家 再分析太多了 因为我认为 呃 肺半已经出现了 三阳开泰的波段 好 骑掌去 是红山兵嘎短空的波段骑掌去 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讯号 那所以 呃 这里喔 我们就提供30个名额 可以让新晶的会员朋友 进行一个 呃布局的一个动作 那 当然还是结成的欢迎 你如果你有高价股相关的问题 你直接把你的股票 找来找刘老师的操盘团队 买讯到了 刘老师会帮你去掌握 反败为胜的机会 但是我知道 从5月开始要缴税了 好 那 今天廖老师也展现了廖老师的诚意 好 那 考量到大家的一个成本 好吧 我们这30个名额的索码会员 好 那刘老师回归给大家 是说 呃 1加1 只有30个名额 是用这个1加1的状案 喔 那关于刘老师所说的 我说的 全新的赵云第二 张飞第二 你一档股票 30块钱 40块钱 你可以做进场布局 好 这档股票到底是谁 好这30个名额 麻烦大家好好把握 祝大家投资顺利 我们明天再见 请独立判断 随身评估并赐付投资风险 你可能不知道 在你缴纳健保费的同时 你也在帮助别人 因为有你这些教师要帮助的朋友 才能安心就医 医疗资源处罚地区就医 减免部分负担 谢谢你们 健保提供经济困难民众 保费补助及欠费协助 谢谢你 可书基于家庭及孕妇 均可安心就医 谢谢你 谢谢你的参与 因为有你 全民健保才能更好 最结实的股市讯息 最专业的投资分析 最顶尖的股市名师 都在固德投顾新闻网站 及手机APP 关键字搜寻固德一投顾 第一手资讯尽在固德 免费服务热线 02-2578-3000 2578-3000 投资是门专业的事业 也是门良心的事业 固德投顾 拥有期货 股票 双振兆 是您投资获利的最佳伙伴 入会咨询专线02-2578-3000 2578-3000 最甜蜜的投顾 固德投顾 最专业的投顾 顾得投顾 最专业的投顾 固德投顾 到大都会国际家具馆就是这么方便 全国最大家具馆很大很浩旺 精品家具一次都能买齐 大都会国际家具馆春季三主送 现正实施中 未来这里是媒体影视园区 未来这里是北台湾最大OLED Mall 这里将超越你能想象 林口大不同我在新北郡 你应该选择安全的方式